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是刚见面我们就离别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影子划过你的一个镜头 所以我觉得有意思 你都去过几个州吧 咱们说 基本上都去过 欧洲去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从他这事 我想先给你说 有个世界最美村庄 你去过吗 奥地利的一个小镇 我去过 你还真去过 叫哈尔施塔特 对对对 我去过 我们可以给观众先看一下照片 靠近哪里 靠近什么地方 我具体的不知道 你当时留人的现象 我主要是去 我当然觉得非常人间先进一样 我主要是去那个萨尔斯堡 去莫扎特的那个 萨尔斯堡附近那里有很多那个 这个小狐 他叫C 孩子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 对 我是没去过 但是呢 我也不遗憾了 很快我就可以在中国去了 你知道吗 是吧 最近有一个新闻 这个小镇的镇长 6月2号访问广东惠州 这个广东惠州什么 伯罗县那个地界 有一个大国企 叫武矿什么集团 这多大的手笔 60个亿 60个亿要克隆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山里 克隆一个世界最美的 这个哈尔斯塔特小镇 一模一样的 投资60个亿 你可以看看 他们现在建起来的这个这个照片 咱可以比一比 这像不像 你看 这就是广东的 再看下一半 你瞧 把这个一座山呢 炸出来几个大坑 这个现在还在建设当中 当然也有人投诉 说这个严重破坏当地的这个 自然环境 但是呢 人家说了 将来要把这打造成一个 有湖区 跟那个你说的人间仙境 一样感觉的 它的湖怎么来呢 它有湖吗 蛙嘛 蛙嘛 那不一样 对 所以你说这种事啊 让我觉得 哎呀 这是 该怎么 想 该怎么想 就是 你看啊 我在深圳住的时候啊 对面 我家对面 按说是个深圳最好的一个地方 叫华侨城 对面有三个地方 最早是锦绣中华 然后是民族文化村 然后是世界之窗 好 那么锦绣中华 咱们中国哪儿的名声 你都不用去了 他这个微缩景区里边都有 到后来呢 你全世界都不用去了 世界之窗 二比一啊 三比一啊 这个比例 什么是爱富尔铁塔 里边全有 民族文化村 中国的什么地方 东南西北的民族 演员都在那给你演 还有蒙古战士 骑马 打仗 是吧 好了 那么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 你这就叫旅游了 你这不上档次啊 可是后来 尤其是这几年 我呀 东南西北的到中国 真的是旅游了一圈 我想看看 咱中国还有什么景点 我跟你说很绝望 因为我看了一圈 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 全中国都是锦绣中华 都是民族文化村 都是世界之窗 这就未来就成为 咱们子孙生活的景观 你们对这事怎么看 那个华侨城 现在还弄了一个 叫东部华侨城 叫英特拉肯 它复制了一个瑞士的小镇 其实比这个规模都更大了 我估计它投资 还不止60亿了 对 英特拉肯是瑞士的一个小地方 它就是因为能上少女风 这个非常有名嘛 对 在欧洲最高峰的那个少女风的一个火车站 是从这个小镇出发 所以这个小镇多少年呢 就已经被日本化了 就瑞士的这个小镇 到处都是日文 东西奇贵 这个小镇叫英特拉肯 结果他们现在把这个小镇 复制在东部华侨城 就是复制在深圳 早就有了 所以你们刚才讲这个现象只是特别 其实所有的地产商都在做这个事情 所有的楼盘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亚东你说你这么爱旅行的 因为你也去过奥比利这个哈尔士塔特 突然间你不用走远 那门口就有一个哈尔士塔特 你会怎么感觉 我觉得反正现在到处都伸拉硬拽的这种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就怎么说呢 其实就非常矛盾 我觉得首先 比如说有很多人 我觉得中国人出国都还挺困难的 比如说签证了什么 还有很多人年纪大的 他可能走不了太远 那如果有一个给他呈现出一个 还有一点像奥地利的感觉 我觉得他去一下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 如果不去做这些的话 也没人打理那些地方 其实大多数时候 我是山西 我要开车回家的话 离开北京一小时 就感觉到阿富汗 就什么都没有 光秃秃一片 那我觉得就说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非常矛盾 事实上我觉得 当然你复制这个东西 肯定不会 事实上就挺可笑的 最后我去国外 去什么唐人街了什么的 他们复制中国 对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奇怪的感觉 是 他说的这个 我也是觉得很矛盾 这事要是以前我说 我肯定是笑话这种现象 但是今天我看了几个之后 我觉得真是有点矛盾 因为就像他说的 旧的已经毁掉了 还不是我们这三十年毁掉的 是吧 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要不你就是光秃秃 你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你看北京市现在说天桥 我就看 他们说有几个方案 说找着那个当年天桥 那个原址了 说这天桥怎么能没有桥 于是专家就出四个方案 一个方案呢 是在那个原地址上 做一个印记 就是告诉你这是这个天桥 但后来说这不行啊 这在平地上行人看不见呢 是吧 你说这是 所以还得建个桥 但建个桥呢 又正当交通要道 影响交通 最后在旁边挪一挪 弄于公园 也建一个桥 你知道吗 那总比什么都没有 好 好点吧 还是你说 怎么看 甚至于你说 有建的那特可笑的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去乌镇看看 说乌镇不错 乌镇不错 尤其乌镇的某一某一部分 游客不大去的那一部分 说不错 甚至于像上次陈丹青说的 说刚建好的时候 你看着确实是像那个横电 电视剧去那个基地 你知道吗 他十年二十年的风雨 他也有皮壳了 你看着你只要是当时认认真真盖的 灰宅也好 什么也好 现在看起来也有那么个味道啊 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再说大一点的话 我们这已经是二手靠北了 或者第三代了 其实你要是去美国 或者去澳大利亚 或者去加拿大 他们全是克隆欧洲的小镇 整个美国的 除了那些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那是他是领先的 这是他的特点 但是你一去到小地方 美国的小地方 那个房子什么盖的 这就是学欧洲的 全都是学欧洲 而且欧洲人一看来是很不满意的 所以你们这个 你看弄了半天 教堂也没有教堂 旁边就是麦当劳 就觉得你们这个人 人又不一样 文化也不一样 什么什么的 他们也很多不满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跑去以为 这就是 这叫欧美 我们把它都统称叫欧美 其实他也是靠北欧洲的 他靠北欧洲 欧洲中心主席 所以我们现在亚洲已经是 日本早就有了 日本有整个城都是这样的 还搞成这个像刘兵一样的 有人造海滩 什么什么 为了旅游业 但是你像前一阵获奖的 那个建筑师叫王硕的 他好像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再过十年 我们也不大有资格说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与你相关的生活实物的话 你凭什么说你是中国人呢 这事怎么理解呢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我看来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建筑 一直是都是什么皇宫了 寺庙了 园林了 都是都是有钱人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穷人呢 在我看来 像我是山西的 对陕西 比如瑶洞 好一点有一四合院 但四合院也是 就是有尊备的 谁住什么房 谁住什么房 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也没什么 我看那个就是 刚建国时候 那个北京天安门广场 那个照片 天安门广场旁边 那个房子 你看一下 那莫非就是中国首都的民居吗 就是我觉得没 我不知道该有什么 像现在我觉得 可能前两天还有看到 有做什么服务寿什么的 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对我都觉得 还真行 我觉得可能中国要有 自己的一个艺术形式 在介入上 要有一新的东西 没错 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 像欧洲的房子 像我去萨尔斯堡 看那个莫杂特故居 人家那个房子 已经好几百年了 那现在我们 我们再去做一个什么时候 我觉得可能都需要 是不是应该长远的去想一想 而不是马上把它做成什么 可以赚钱收门票 我觉得未来就很奇怪 就是就有一笑话说 那个说问你说 这个昨天说 这有一什么村怎么说 昨天风太大已经吹霉了 就很奇怪 我觉得 就是可能 对我来说 那个房子比人的生命 要要久远 可能你只能活一辈子 那房子它可以 有很多故事 现在公开的房子 都不是这样 对啊 所以使用权才70年 所以不认干那么好 所以不认干那么好 配桃花春去 采花极极水 会冤酒精 年份完将 你仅供酒 可为大事 靠的是始终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其实我现在去奥地利 包括去萨尔斯堡 我觉得也不再是 那个浪漫主义 巅峰时期的奥地利了 也没办法 他那也是麦当劳 Zara 第一走 也是一样 你去了 只知道这个莫扎特 在这出生 大街上有人演奏莫扎特音乐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那个气氛 那个文化气氛 在他那儿也还是变得很淡 所以一切都在衰亡 在变异 就更本体我们去 再把它拷配过了 肯定是就什么都 我觉得不配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叫什么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知道他们弄乌镇的那个人 那个头头是非常能干 我听很多人说过他 现在北京市请他 说你这么能干 打造乌镇这么一个环境 现在在长城脚下 他也在弄一个镇子 就是盖这个旧房子 或者拿旧材料 来盖成这么一个小镇 说实在的有人去看过 拍回照片来 说很好啊 住在那炕上 就四模四样的 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有什么不好 我们有一个朋友讲的 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问题 就刚才这个亚历东也讲到 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这都不是一个人 自然而然的生活 像北京的胡同 你知道北京的胡同 是怎么形成的吗 开头你们家盖了个房子 然后我是你的邻居 我搭着你们家房子 再盖一个 你也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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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慢慢的 慢慢的叠床 架屋的形成了 这么一个东西 问题在于 他说这地方是谁人住 它是个旅游项目 是个旅游区 盖的像个村子 像个镇子一样 可是他不是几百年 人家传人家 这样活下来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也永远看着 有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 我在罗马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就是反映 就是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看他 2000年前的这种房子 和可能几百年前的这个房子 你再看下边 它是什么材质 你看 有大理石 有砖 也可能还有现代的水泥 它是这么密集的 层层层层的 但是这是一个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现在有些 所以我就说 中国现在有点 在几天时间 就要建成一个城的 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态度 我非常同意 觉得真没办法 很犹豫 就是说 这个 模仿欧洲的 克隆这个东西 我们有 心有不甘 我们你看 东西又做的不地道 人又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你搞了个欧洲建筑 小孩在那里杀尿 本来得杀在那个地方 我不觉得 现在特别刺眼 对不对 杀在大理石上 但是你要是不盖这个 那原来那破的房子 那根本是要改变的 要吹掉 那否则怎么办 都像李嘉诚一样 盖这个一模一样的 这种这种这种 所谓豪宅 那种那种很挤的 你又不满意 那你要要回到什么国学 所以大家也想了很多方法 盖了这些院啊 什么东西 也也都叫人不满意 因为很多也都是做噱头 那怎么办呢 这个 所以我说啊 这个 现在这中国的这个建设 你到各地看看 还有那个更宏大的计划 这简直就是 所以我说这个天安门广场上 挂着毛主席像 真是有它的现实意义 你知道吗 就是 现在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啊 还是毛主席的气魄 那真是就是改天换地啊 就是换了人间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 我把山给你铲了 给你盖一个 你知道他们管顺义叫什么 他顺义弗尼亚 就是 就完全一个美国小镇 甚至你们家后窗外头 就是一片光秃秃 但是呢 出了门这一片 哎 跟美国小镇 那是一模一样 哎 你说这将来是个什么景观 对 我觉得就是环境的问题 其实我去 我在奥地利在那个 塞尔斯堡 刚好是2006年 我去过两次 莫达特 他是诞辰250年 好像是 那当时有一个海报 其实我特别感动 那个海报 是一片天空蓝色的 完了以后 有一朵云 但是那个云 刚好是莫达特的头像 我不知道那个是拍 真拍的 我不知道是真拍的 还是被修过 对对对 但是那个海报 真的让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就是像 莫达特这样的人 可能就是在他空气里的 这个 说得好 这个不是看得见的 摸得着 他是在整个在那个地区空气里 我觉得环境还是特别重要 你比如说你搬来一个什么什么 比如把奥地利搬来 你不能把那环境搬来 对 我觉得就是说像像现在国内的这种大的环境 我觉得真的就就比较差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文化了 还有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得从内部发生变化 我觉得外部的东西就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太或者说不太重视软性的东西或者内部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当然发展 我觉得该发展大家都应该有钱 这个我没问题 但是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那个家里特别穷 吃的也不好 真的是就就生活很差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饿死 我活的挺好的 我甚至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快乐特别多 为什么要发展 当然我觉得人应该过好的生活 吃好的食物 但是一定要把我赶走 就是我必须让道给你 我觉得你不能把你见什么 不能把你的幸福见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还有的 还有我忘记谁说过一句话 说拆了你家房子 煮我一颗鸡蛋 现在就是这样 那可能就我这书里也有拍到那种 比如说过去的老房子 正好他在拆 往墙上有一幅画 我看到就就很感动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 比如说你可以把我房子拆了 但是他不仅仅是折算成钱 比如说你你多少钱一平米 你你你走我给你钱吗 对吧 但是那里头一定是有很多钱 不能买的东西 类似爱希望 还有整个家庭的那种东西 没有跟你计算这个事情 所以就就很可怕 像您刚才说的 比如天桥 说怎么复原一个什么东西 那拆它的时候干嘛去 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就只想眼前 就我我可以赚钱 就是对的 或者说 而且那钱也不一定谁赚了 你知道吗 也不一定是真的对当地的老百姓或者有有多不对你钻水口袋 对对对对对对 那在这种情况好像你只要说发展是这个硬道力 硬道力你只要阻挡经济发展就觉得 就太奇怪 我觉得就是 是就是 所以这就像湖南城说的一样 就是说西方人讲这个社会 是吧 中国人不讲社会 中国人讲人事 就是人间事 就人事 咱们现在就为了挣钱 把很多地方这个人事毁了 没人味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父亲节特别呈现 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 这个名字 保护被历史给淹没了 白新勇谈父亲白重洗 总统是忠议我的 他一口气说 可惜我有些话还没听 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位置中安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徐老师聊聊 我觉得你们讲 学欧洲的这些小镇 我觉得学他们有一点是好的 就是欧洲人有点以旧为美 石头 我觉得他的感觉是石头 所以要学的话 我们就要用石头 我就觉得 假如是你真的用石头 不是用水泥 用木头什么弄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好的 总比学那个高楼大厦 像香港美国这样的高楼大厦要好 另外 因为了解决民居盖高楼 这都可以理解 唯一有一样我看不下去的 就是各地方政府啊 非常小的 甚至是镇啊 什么东西 都盖得跟白宫似的 你要全国去统计一下 我看到很多了 小地方的镇的村公所啊 而且特别学美国的国会 还不是白宫 国会山庄 那个圆顶 这个你可以去统计一下 它非常多 这个是我的搞不懂这个思路了 这不是反地的吗 这不是一贯 毛主席 这个不是要反地的吗 怎么这些地方政府都盖成这个样子呢 但是呢 还有同样多的是盖天安门 也有 有小天安门 小天安门广场 你看在这个事情上 真是反映两大倾向 天安门广场 政治中心 是吧 这个美国白宫呢 也是 西方的 这个 内心都是权力崇拜 然后就是政长的 这个权力欲的膨胀 无非就是这么 这个我真是 就是我们以什么为好 就是说以什么为美 就觉得合家白宫呢 肯定是最美的 欧洲呢 我看到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 它是老的历史建筑 可是它也要经济发展 因此他们会出现很多景观 比方说这个 这个在哪里 在哥本哈根 它的图书馆 皇家图书馆 但是皇不够了 这是皇宫的一部分 原来的 它前面盖一个玻璃的楼 Black Diamond 叫黑钻石 玻璃的楼 就跟那个旧的黄的砖 接起来 成为一个有名的经济景观 那个建筑景观 波士顿也一样 波士顿你市中心 有一个玻璃的大楼 前面就是一个古典的建筑 两个它还故意形成一个对照 我觉得世界上也 也不是说 完全一层不变的 它是保留几百年前的房子 它偶然 罗浮宫最好的典型了嘛 对不对 皇宫里面盖一个玻璃 玻璃金字塔 什么东西都得盖好了 我觉得 就是得花本钱盖好了 盖好了就好 像您刚才说的 天安门什么这种 其实有一些还挺丑的 我觉得如果这些人可以 比如说盖楼的人可以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一直遗留在那 会一直是一个让你 恶心的 对对对 你是拆了它 还是怎么办 中央大地上 永远的恶心 建筑可是纪念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华红下雨